高雄人有多爱喝手摇饮呢 根据外送平台的统计 饮料不仅是高雄地区热搜关键字第一名 高雄人每天平均能够喝掉两万五千杯手摇饮 另外外送热门区也大洗牌 由三名男子凤山三个行政区 分居高雄市订单量的前三名 而且您的饮料好了 根据外送平台统计呢 高雄的手摇饮店家呢 堪称是全台之冠 而且呢每天都可以卖出2.5万杯 摇摇把调好的乌龙倒入杯中 再铺上一层奶盖 天气热来上一杯立马吐心凉 大概一到两杯吧 高雄的天气比较热吧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 也是一种习惯啊 就大家现在尤其年轻人 他现在比较少喝水 以前最高几乎一天喝几杯 四杯 早上两杯 笑两杯 手摇饮一天喝两杯起跳 真的不稀奇 外送平台更指出 高雄人热搜 关键字第一名就是饮料 而且前三名分别是 马骨 清新和五十兰 主要就是因为高雄 真的太热了 暑假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超级热 然后大概一天都可以 呃 杯数的话 我不确定 那是几 就是一万多 一万多元 对 玉麦 对对对 外送便利 许多人都会透过外送 来解决三餐 而外送高雄热门区域 也大洗牌 由三名男子 鳳山三个行政区域 分居高雄市订单量 前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 大辽区订单更成长了18% 可能是因为 重化带动了人口流动 提升了外送市场 从这些数据当中 更能看出高雄人的习惯 这日文梦亭 课程号在高雄的采访不到